大家好,我是顾炎,现在是深秋季节 我们的山林里或者是这种 茶茶堕下有很多欧枝城这种褐色的腐叶土 或者是这种山皮土 用它们来养发质地非常的疏松透气 而且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强 因为这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枯枝落叶 欧枝形成的这种有机质比较多 含有的微量元素非常的多 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 这种腐植土和其他土壤携配起来 用来养花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 而且不容易板结 是非常好的营养土 但是这种土不能直接用 因为长期在野外里面有非常多的虫卵和病菌 我们要将它们高温杀毒 用开水烫一遍 或者是放在太阳下暴晒几天 杀掉里面的虫卵 然后用掺上万分之一的多菌灵 来杀灭里面的病菌 这样就是这种保肥能力比较好的 这种营养土 是在这种保肥能力比较好 对 就是预防 这是一种你